好了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我们的学习 今天我们要学习到的是第一单元的第几课呢 第四课 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要学习什么 Let's talk 说一说也是我们的说一说环节 那我们现在今天呢 说一说将会比我们昨天的说一说 Let's see呢要更近一步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内容 这是一个故事 我们先猜一下这幅图大概讲了什么 这是我们的吴亦凡和我们的Amy 碰到了我们的Mr. Black老师 他们在打招呼 打招呼我们猜一下在上学的路上 同学碰到老师打招呼会发生些什么情况呢 话不多说 我们先听一下音频 锻炼一下大家的耳朵 看一下大家能够自己听出多少 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Mr. Black This is my friend Amy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America Goodbye Mr. Black Goodbye 好了听完了音频 我们再来看一看 他们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呢 这里首先我们看一下 跟老师一句一句的来读一下 一定要张嘴巴读哦 这是老师 天天在唠叨的一句话 一定要张嘴读英语 好这个 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两句一样的 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Mr. Black 这就是说我们的 Black老师跟他打招呼 下面一句呢 This is my friend Amy This is my friend Amy 这是我们前几个学的一个句型 这是我们前几个学的一个句型 这是我的朋友 这是我的朋友 这是前几个学的一个句型 大家还记得吗 一定要回去多复习一下 好下面一句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见到你很高兴 对然后 这又问了一句 Where are you from Where are you from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一个句型 你从哪里来呀 这是我们可以猜一下 这是我们的 微凡在向我们的Mr. Black老师介绍 Amy 所以他们第一次见面 就要询问一下 你是哪里人呀 你从哪里来呀 I'm from America I'm from America 这是我们第一课的一个句型 对吧 我来自哪呢 我来自美国 大家还记得吗 America 是我们说的 美国 America 然后 Goodbye Mr. Black Goodbye 这就是他们一个小小的 一个预见 然后介绍了一下Amy 并且问了一下 Amy啊 你是从哪里来的呀 这一个 Where are you from 也是一个 问你从哪里来呀 我们就要回答 I'm from America 我来自美国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一段对话里面 我们要学的一些新句型 首先是 这是我们之前有讲过的 介绍新朋友的时候 我们说 This is my friend This is my friend 什么什么A 比如你可以说 This is my friend Cindy A 你可以这样子介绍 Cindy老师 你可以说 Cindy老师是你的朋友 This is my friend Cindy A在这里 加一个名字就好了 这样子又学会了一句话 A就是介绍别人 This is my friend Mike This is my friend Amy This is my friend Sara 这有很多个句型 都是说 这是我的朋友 他叫什么呀 就把他的名字 加在这里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个句子 老师要来考一下大家 这个句型学的怎么样 这个句子是要说 嗯 这是我的朋友 白铃 这句话要怎么说呢 呃 老师留了一个空给大家 大家想一下 怎么介绍 你的朋友 白铃 This 填一个什么呢 My friend 白铃 哎 这是我的朋友 白铃 呃 介绍朋友的那个句型 还记得吗 填一个什么进去呢 哎 非常好 填什么 It's 对了 This is my friend 白铃 哎 这是我的朋友 白铃 这就是介绍朋友认识的 我们看 跟这个句子是一样的 对不对 就把白铃的名字 放进去就可以了 就可以用来介绍你的朋友 好了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句子 我们来看下一个 哎 下一个就是问 你从哪里来呀 哎 Mr. Black 老师 对 Amy 很好奇 就问了一句 Where are you from 再来一遍 跟老师读一下这句子 Where are you from Where are you from 哎 你从哪里来呀 看 怎么回答呢 你就要回答 I'm from 哎 这里接一个地方 Amy是哪里的 对 是美国的 这个句子 我们在第一课已经讲过了 所以就说 I'm from America 哎 下次有人这样子问小朋友们的时候 小朋友们可以说 我是来自中国的 中国还记得说吗 Very good 就是这个 China 所以就是 I'm from China 哎 我来自 中国 所以这就是一个 问你从哪里来 回答 我来自哪里的一个句型 再跟老师读一遍 Where are you from 哎 你来自哪里呀 I'm from China 哎 我来自中国 我们都是中国的小朋友 你就说 I'm from China 我来自 中国 哎 这就是这样一个句型 小朋友回去一定要多读两遍 多读两遍 操练一下 好了 我们再看一下 除了问 嗯 你从哪里来 我们还可以问 他从哪里来 这个也是我们等会儿要学习的 我们先来做一下这个题目 做一下练习 哎 你来自哪里呀 这个要填什么呢 我们刚刚的句子 Where 什么 You from 还记得吗 这个句子填什么呢 Very good 就是填这个 Are 哎 对 就是这个 Are Where are you from 你来自哪里呀 然后我们回答 I'm from 哎 我们说了这个 打一撇写一个小m 它等于什么呢 对了 就等于 I am I am from 我来自哪里呀 我来自中国 I am from China 我来自美国 I am from America 就是这样子 后面接一个地名就可以了 好了 下面就是我们老师刚刚说的 除了问你来自哪里 我们还可以问 他来自哪里 对不对 我们有男他和女他的区别 不过呢 在这里 不管是男生的那个他呢 还是女生的那个他 我们都用 Where It's 对 Where is he from 那个小男孩 他是来自于哪里的呀 然后 She 就是指的 女孩 Where is she from 那个女孩是来自哪里的呀 然后我们回答的话 他来自哪里呢 用什么回答呢 大家会不会举一反三 看一下 到底用什么 非常棒 小朋友们都知道 用的还是我们的 It's He is from China She is from China 他们啊 都是来自中国的 所以这就是一些 问你来自哪里的一些句型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问你呢 我们用 Are Where are you from 我来自回答 用 I am from 问他 两个他 都是用 Is 然后回答 他 也是用的 Is 这个一定要分清楚哦 好了 我们来看下面的内容 我们这个环节叫做 Let's practice 学了新句型 大家一定要操练一下 这是我们的 Mike 和我们的Amy 他们两个 在操练一下 这个句子 小朋友们就要跟着老师一起 把这两个句子 都读两遍 怎么问 Where are you from 你来自哪里呀 这是我们的 Mike 在问我们的Amy Amy说 I am from America I am from America 我来自美国 这个句子已经很熟悉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重点在问 你来自哪里呀 你是哪的人 你是哪的人 Where are you from Where are you from 非常好 这两个句子 跟老师再读两遍 Where are you from Very good I am from America I am from America 我来自美国 我来自美国 One more Where are you from 来自哪里呀 I am from America 我来自美国 这就是我们要操练的两个句子 来看一下 我们这一课学了什么呢 主要是学了一个句型 对不对 学了句型 学了句型的咯 小朋友就一定要 又运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你可以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说 介绍一个你的新朋友 Cindy 你可以跟爸妈妈介绍 Cindy老师 然后你也可以问一下 问一下你们的同学 你是从哪里来的呀 看一下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好了 我们现在再多读一下这个句子 介绍你的新朋友 我们说 This is my friend 这是我的朋友 把他的名字 接在这后面就可以了 我们说 This is my friend Cindy 这是我的朋友 Cindy 对 Cindy老师是你们的好朋友 所以你要说 This is my friend Cindy 这是我的好朋友 Cindy 然后你也可以问Cindy老师 Where are you from? Where are you from? 你来自哪里呀 我就会告诉你 I am from China I am from China 我呀 我来自中国 这样就是完成了一个对话 小朋友们已经可以用英文来说 越来越多的句子了 对不对 所以再多读两遍 操练一下 把这些句子都记在心里 This is my friend Cindy 加上Cindy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要学到的一些句子 小朋友们一定要回家多多操练 另外还要是要记住去学习原地 做老师留给你们的作业哦 我们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了 下司课再见吧 www.blogspot.com